我现在在准备嘉明湖的行礼 我们现在在准备要去嘉明湖的行礼 那我们这一次是三天两夜的行程 那因为我们嘉明湖的登山没有抽到山屋 所以我们这一次是选择由戒帽师上去 然后上到嘉明湖之后呢 最后回到了向阳登山口 这样子一个圆圈的一个行程 那这样子呢我们总共是走三天两夜 然后呢我们这一次有请协助帮我们背了帐篷啊 睡袋啊还有早餐跟晚餐 所以呢我们接下来就来介绍一下我们这一次 三天两夜带了什么样的行礼吧 那我自己是用这个45公升的背包 还有背包的鱼套一定要带 然后我先来讲一下我们衣服的部分 那衣服的部分啊 我是带了像这种西施排汗啊 或者是像羊毛的这种内搭 穿在身上在行走的时候穿 然后裤子是穿这种led in 然后我们这一次有选了两种长袖的行径间穿的衣服 一种呢就是这件Columbia的 它这里面有这种做防止体温流失的这种设计的这种上衣 那另外一件我是买这种smartwood的羊毛的内层 这种然后要穿的很贴身 不然就是没有那个效果的 因为大家都说穿这个羊毛的 在行走的时候会流汗 可是流汗又不会臭 就是可以几天不用换衣服这样子 所以我们就是带一件备用一件 脚的部分我就是穿led in 也是穿一件备用一件 再来就是我们带着保暖的衣服 我们是先带了一件这个防风防雨的衣服 然后再来是这种毛泥的 毛泥的放在里面当中层 因为我们是比较怕冷 所以我们又带了一件这种 Golumbia这种 它有做这种特殊设计的保暖的功能的羽绒衣 也不是说我们比较怕冷吧 我们是比较怕冷啊 是我们去了的时候 它就已经要到负的温度了 是很冷不是比较怕冷 我们这几天去会到负的哦 好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雨裤 因为山上很常会下雨 所以就是要带着 就算没有穿也是要带着 然后雨衣的话呢 最好就是要选择这种两节式的哦 不要选那种一件事的 保暖的东西我们还有用这种微薄 一个厚的跟一个薄的 薄的可以把它戴在头上 流汗或者是遮阳都是可以戴的 都很好用 然后还有在袜子 袜子也是羊毛袜 那也是脚上穿一双 然后再背的一双这样 然后晚上睡觉的时候是穿另外一双 背用的那一双 好OK 然后在行走的时候 因为在山上其实很晒 所以我们也会戴这种宽边的帽子 然后另外还有这个是 到山上很冷的时候可以戴着 到山上很冷的时候要戴着 这样保护头部会失温 嗯 那其实高山症呢最主要就是因为 呃有该注意保暖的地方没有保暖到 所以才造成高山症 隧道山上呢就是头啊手啊还有脚 这三个地方是一定要注意到保暖的 在行走的时候有时候会爬绳子或者是攀岩 所以我们会戴这种麻布的手套攀岩的时候使用 那因为我在爬山的时候 我的脚有时候都会不舒服啊 膝盖会痛啊 所以我在八库运动用品店的买了他们这个护膝 那这次呢就来试试看他们的这个护膝 到底真的能不能帮助我脚不会那么痛下山的时候 然后除了护膝之外呢 因为我自己会穿雨鞋 这一次我也穿雨鞋 所以我也会戴这个护环 那个人用品像是我会戴牙刷 然后女生就是会戴这种像卸妆巾啊 这种在山上也很容易使用 外申纸 然后会用这种有味道的湿脊巾啊擦一下身体这样 还有带隐形眼镜 防晒的也是蛮重要的 因为在山上太阳很大所以一定要带防晒的 山上的纸外线是屏蔽的七倍 那山上也是比较干 所以我也是有带一个小罐的护唇膏跟毒液这样的 那接下来呢我们还有带像这种 头灯晚上在爬山 或者是我们在露营区晚上要出来行动的时候 带这个头灯 会比你拿手电筒还要方便很多 然后我们带一个备用电池 还有一个小灯 然后还有行动电源 很重要 还有 哨子 这就是以防万一 万一我们真的不小心走善走湿的话 这个哨子也就是派得上用场的东西了 然后我们还带了一些备用的药品 像是头痛药啊 然后高酸症的药啊 还有 还有 肌肉酸痛的药 对 我还有带这个干洗法 就可以用在头皮上这样子搓一搓 这样至少比较舒服 我看你背不背得下去 然后我们还有带这个暖暖包 我们真的太怕冷了 经过上次加罗湖的体验之后 我们真的超怕在餐厂等到 所以 保暖的装备呢就是这一次就是 带好带满 接下来就是我们的行动梁 那行动梁 其实就是带你自己喜欢吃的零食 跟好携带的零食 像是这种我自己很喜欢吃的 就直接放在我的行动包包上面这样子 然后还有这种 就是 运动饮料的粉可以加在那个水袋里面 很重要的就是要带这个盐糖 因为我们在爬山的时候啊 我们身体里面的电解石非常容易的流失 所以靠这个盐糖呢 我们就可以迅速的补充电解石 然后在营地的时候也可以带这种 黑糖姜茶 在晚上的时候可以泡 那餐具的话呢 我们就是带这种 比较轻的碗啊 筷子啊 汤匙啊 叉子啊 这样子 在早餐啊 晚餐的时候都可以用上 然后我们行进界的一样 还是带这种水袋 用1.5公升的水袋 另外我们还会带这两种水壶 那这个三毛水壶呢 我们上次没有带 然后这是我们要去的时候 我朋友非常炸力推荐的 他说这个水壶的功用就是可以 晚上煮热水的时候就把热水装进去 因为他这个水壶可以到 95度到-20度都可以装 所以他就可以当一个暖暖包使用 然后放在你的睡袋里 像是暖手暖脚啊 就可以使用 然后等他这个水不热了以后 就可以把它倒到水袋里面 我们还会去带一个保温杯 保温杯就是有时候真的是觉得很冷 所以就会想要喝热热的 然后喝到一口热茶的时候 就会觉得全身都热起来了 这个也是我朋友很大力推荐的 因为我上次也没有带 还有拖鞋 我们也是会带一双拖鞋在渣鱼那边穿 因为就是要让脚放松一下 所以就会带一双拖鞋在那边穿 那这次呢我们是准备了两只登山帐 那我们还有这个大垃圾袋 是会装在背包装行李用的 这个大垃圾袋呢 就是在打包的时候 装你厚的衣服啊 保暖的衣服 过夜要用的衣服的时候用的 目的呢就是为了要避免 你在爬山的时候 空到下雨啊 或者是山上 它本来就比较潮湿 这样子的话你要过夜用的衣服 保暖的衣服呢 它就不会死掉了 最后呢就是我们有带这个睡垫 这就是如果说没有这个东西的话 你就是直接睡在地板上的 那虽然我们的鞋座 有提供我们帐篷跟睡袋 可是它没有提供睡垫 所以我们都是要自己带睡垫 因为睡垫可以隔绝 跟地上的湿气 所以这样身体比较不会冷 好啦那这些呢 就是我们这次要去嘉明湖 要带的东西 那我们这次带的东西 会列在下面的资讯栏 给大家参考 如果说你们刚好也要去嘉明湖的话 可以参考一下我们下面的资讯栏 那等我们这次从嘉明湖回来之后呢 我们也会跟大家分享一下 这一次带的东西呢 哪一些是我们觉得太多余不要的 还有哪一些呢 是我们认为说很重要必备的东西 那就等我们回来跟大家分享 哪些东西是用得到的 哪些东西是不用带去的 刚刚回到嘉玲 好啊现在时间是11点42分 我们刚回到家里 有沒有呀您说说看这一次嘉明湖 你觉得什么东西是你有带到 觉得不错的东西 还有什么东西是觉得可能不需要带的东西 我覺得我們帶的東西都有用到 而且應該算是帶的剛剛好吧 也沒有說多的東西 然後我覺得這一次很值得帶的是 我跟我朋友借的那個山貓水壺 因為在山上真的很冷 所以我就把山貓水壺裝熱水 然後放在睡袋裡面 然後放在腳那邊做保暖的作用 因為這一次真的超冷的 就是這種山貓水壺 然後冷的時候我就抱著這個水壺 這樣子暖手暖腳 可是這不一定適合每個人 就是怕冷的人可能會很適合 那我自己的話 我覺得我們真的是東西都算是有帶足夠 那我覺得對我來說 最值得的東西就是那個 GoPro登山掌 那帶的最多餘的東西 我覺得就是我們的行動樑 跟我們的泡熱的東西 好像帶有一點點 多了一點點 因為其實在走的時候 吃的東西不會算很多 然後我們到了營地之後呢 營地也都會泡熱的醬茶給我們喝 所以其實那個東西的話 我個人是覺得那個東西 我們可以再帶少一點 那還有一樣東西就是我覺得 下次要我再去山上住帳篷的話 我可能會帶一個耳塞上去 不然實在是真的太難睡了 好啦那最後呢 我覺得爬高山最重要的一件事情 就是你需要去跟你身邊的人 去分享一下你身體的狀況 你要多跟你旁邊的朋友講 你有任何不舒服的情況 你都要跟你旁邊的人說 好啦那我們今天帽式上 嘉明湖的裝備影片就到這邊啦 那希望這隊正在打包的你們有幫助 拜拜 拜拜 拜拜